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澳门当然了 因为澳门有很多的饭店 很多大型的娱乐场饭店 然后到香港又可以吃美食 这个是比较近的 再来可能很多人想要到去日本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跟香港都有 同样就是有迪士尼乐园 然后日本 九州有很多的主题乐园 很多人会去想 如果你想要不一样 因为可能很多人已经去过去烂 还有一个好地方 就是去澳洲 澳洲其实澳洲很大很大很大 土地叫世界前三大的土地国家 而且它分东西两个地方 光是一个东岸 从北到南 就有很多的city 就已经玩不完了 如果你还要往西岸 西澳去走 中间还有红土中央沙漠 北边达尔文 南边塔斯马尼亚 然后澳洲还有很多的离岛 那都很晚 但是大家可能没想到 澳洲也可以做亲子 亲子度假的好去处 尤其是在哪里 尤其是在东岸的北边 昆斯兰一带 它有非常多的好玩的地方 其中最有名的 包括黄金海岸 包括很多的凯恩斯附近 也都有很多好玩 甚至还有奥拜 那整个可以去串流 串联一个从七天到十五天 甚至一整个月的 这个亲子假期了 那最近市场上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澳洲亲子游 作者郑爱儿 他本身是在旅游业工作 那有小朋友 家里有小朋友 所以他花了不少时间 来来回回去了 非常多次的澳洲 然后其中也有带着孩子一起去 那因为自己是在做这个旅游 所以呢 而且他是在奖励旅游部门 奖励旅游跟一般的 这个部门不一样 是他们会去找一些 比较有独特体验的景点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他也会去找 所以他最近就出了一本新书 就叫做澳洲亲子游 那我们请他来节目 来跟大家聊 他书里面介绍的景点内容 适合亲子家庭去的 那大家听听看 去澳洲可以怎么玩 尤其是亲子家庭 郑爱儿 好难念 为什么这样 大概英文名字吧 他本名叫郑嘉玲 来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姚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郑爱儿 自我介绍五分钟 好 开始 我本身在旅游业上班 那我非常喜欢玩 所以这个 那主要是什么线你是做 不是做线控 不是线控 我们是企业奖励旅游的业务 所以我们就是专门帮企业量身打造 他们的员工旅游或者是奖励的旅游 国内外都有 那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澳洲 在我第一次大学刚毕业去澳洲的时 游学的时候 你喜欢澳洲啊 你去澳洲游学啊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为什么 你大学学的是什么 大学念广告跟图书咨询 念两个系 什么学校 福大 真的啊 你念两个学士啊 对 你那么爱念书啊 还蛮喜欢念书的 是不是真的 OKOK 那干嘛做旅游业 其实是因缘际会 是到后来我觉得真的 我还蛮喜欢旅游的 那因为太多人来问我旅游资讯 那我觉得 与其这样不如我投进去做 你念书的时候 就已经是个旅游小专家了 就大家不知道就要来问你 其实是慢慢累积起来 大概这几年 慢慢越来越多人 问我旅游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我才到旅行社 那因为我本身其实 做行销跟业务做蛮长一段时间 那所以我们针对 就是企业客户 或者是一般客户 只要你人多 我们都会客制化 你的需求的行程 大概是这样 那对澳洲就是 我在22岁的时候 第一次到雪梨 我在市中心看到 我小收藏梦里 看到了一个建筑物 梦里面你还会有啊 我不会啊 我有 因为看过超过50次以上 所以那时候 真的假的啊 真的 你为什么是对那个 雪梨歌剧院是吧 不是 大家都以为是雪梨歌剧院 其实是一个办公大楼 但是小时候不断的出现 为什么 你也没看过它 以前有看过它 没有 从来没有 就在梦里面看到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你坐离我远一点 吓死我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那你怎么知道他在澳洲 不知道 只是刚好就是去雪梨游学的时候 刚好看到 当时我就觉得 莫非我前世是个澳洲人 所以我在澳洲的时候 从来不会想要回家这件事情 你是澳洲的吴伟雄 不是人 也有可能 然后呢 然后后来就是 因为太喜欢了 喜欢那栋楼 不是 太喜欢澳洲了 所以想说那我要再去第二次 好 那就是要 你第一次是去游学 游学 去了一个半月 那后来第二次是去念醒肖 就是在三年后 在哪里念 在学里 去了念书念了一年 进修嘛 那 接下来就 又很想去 就每个一段时间 我都很想去澳洲 是喔 对 这很怪 就是因为我就觉得 我应该是 你属于澳洲 属于澳洲的 有像 真的 你是说像吴伟雄吗 不是吴伟雄 像澳洲原住民 有很多人在讲 没有啦 不像啦 眼睛像 鼻子不像 澳洲原住民的鼻子 都像大蒜一样 有没有 有没有 然后那个 鞍康一定要向下 因为风沙太大 不能对外 对稍微有点角度 风沙会钻进来 所以他们的原住民 鼻子都向下 对 那鼻孔都向下 它很扁 这样才不会吹进来 我游达跟你超熟的 不然 所有东西 这个生物演化 都有 都跟地区有关 就像你 你如果仔细看 那个骆驼的眼皮 骆驼的眼皮很厚 而且好几层 对 干嘛 挡风沙吗 哦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有学问 不是 这个是上帝给的 不跟我们没关系 对 你就要去仔细研究 就是万物啊 它会这样子 形成这样 都应该跟环境 地理气候 什么都有关 对 然后你就 后来就是 超爱雪梨的 他们超爱澳洲 超爱澳洲 那特爱雪梨 那后来 为什么呢 墓尔本人 瞧不起雪梨人 其实很多人说 其实如果你澳洲几个城市来比的话 雪梨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大男孩 墓尔本是一个很 就是Gentlemen绅士 那如果是黄金海岸又是算是一个比较小朋友的 那比较起来我其实是比较喜欢雪梨 所以后来又隔一段时间又很想去啊 当时我一个在旅行社上班的朋友 他说你为什么不找澳洲旅游局提案呢 提案叫他赞助你去啊 我最讨厌这种骗吃骗喝的 没有啦 然后呢 然后因为当时我在做行销 我就想说那姑且就试试吧 那时候你在什么工作了 那时候已经 我一直在做行销 对那时候你在旅行社做行销 还没 还没 我一直在做行销 出版社行销 对那我当时就想 那我就姑且一试吧 就一试诶 没想到澳洲旅游局答应了耶 那没有没有 小钱嘛 那个赞助就是赞助一些 比如说OK机票找航空公司帮帮忙 然后在地的资源就提供那种 Land Operator的资源给你 你就可以去体验 对 那接下来就是看哪几个 住宿 饭店愿意提供住宿 然后吃就不一定了 就是饭店有的给有的不给 就这样嘛 但是其实那也不少的花费 坦白说 如果串起来的话 对 所以当时去的时候就 澳洲旅游局答应了 然后就 我们又去弄了十几天 然后这时候又找到一家出版社 就出了第一本的旅游书 叫爱上澳洲 这是你不是第一次 不是 这是我第二本的 那当时那一本书 其实还蛮大好评的 真的吗 自己这样说 他那两个月内就卖完了一刷好不好 一刷就是五百本 没有了 有两千多本 那卖完 就是当时的效果还不错 那后来就是 到前两年的时候呢 因为我儿子快小学了 那当时就是我想说 在他上小学之前 因为之后就是 给他一个美好的回忆 对 所以我就又带着他 还有几个朋友 就有小孩 我们就几个又去了澳洲 那其中我一个朋友就说 你要不要写澳洲旅游书第二本 就直接就来再度呼隆一下 所以这时候我又开始提案 然后我又找了 就是 你平常有在写部落格吗 有 有啊 有一直有在写 都是澳洲啊 没有没有 国内我们有采点 那我们特别喜欢亲子冒险的东西 亲子就亲子还要冒险 对 因为我两个儿子 他们体力非常好 所以我们玩的是冲浪 然后潘树 溯西 就是稍微有一点体力的那种 所以我本身我们就是一个礼拜 运动员啊 没有我不是运动员 但是我一个礼拜要去 会去健身房三次 你就不去运动员了吗 你老公也是吗 我老公不是 我老公不爱玩 那真的吗 对 你一个礼拜还去健身房三次 不然你没办法置住他们 因为他们体力太好了 而且他们 直接送警察去不就比较快 而且因为他们的 他们很爱玩 一般的家长可能是你在旁边看嘛 然后拍照嘛 我是跟着下去玩的那种 哦一起 对 包括攀岩都是 就哇 我们很喜欢这种活动 妈奶奶的亲子一定很开心 她把你当大姐 孩子 哦非常 对不对 对非常开心 就是把你当姐姐在开 没有当妈妈 就你跟他们玩在一起嘛 对我们是一起玩的那种 她玩什么你就玩什么 对我是跟着玩 而且通常我还是先玩的那一个 她打人你也跟着打 没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妈妈就是要当他们的某种程度的典范啊 对对对 大家一起玩 而且我觉得可以跟她一起玩的时间应该没有可能就是这几年了吧 这一辈子可能就这样 对所以就比较珍惜 所以这次其实去澳洲他们其实非常开心 两个都带去啊 这次我两个都带去 大的是 大的是七岁 那已经小学一年级了 对 就所以我们是今年寒假的时候去的 那弟弟是五岁 所以我们就一起去 对我一个人带两个去 那 为母则强啊 对 我想到我以前一个人带两个的时候觉得还一个头两个大 到后来我一个人带他们两个去十八天 哇 然后没有任何的 好嗨啊 对超嗨的 好厉害啊 不会啊你也可以 我不行我不行 我幼稚 为母则强 你就去了十八天 然后事前有规划 有所有的行程 然后包括书要写什么大岗 其实都是都是已经设定好的 那当时就是你当天拍完照片之后 因为我要陪他们睡觉嘛 而且很累 所以是隔天早上会提早大概一个多小时起床 就开始写 开始整理 然后写大纲 还没有办法写 对 那真的写的时候是回程的时候再写 所以先把要写什么先记下来 对 OK 好 重点先记下来 我们进一段话 待会来 澳洲到底适不适合亲子家庭旅游 然后 去澳洲做亲子旅游的时候呢 亲子家庭旅游的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 以及和日本临近国家 有什么不一样 待会回来 郑爱儿小姐 再跟我们分享好难念 来我们继续跟澳洲亲子游的作者 郑爱儿聊 澳洲到底适不适合亲子旅游 那我觉得在介绍澳洲的亲子旅游景点之前呢 先给我们上第一课 澳洲跟去日本亲子游或去跟港澳亲子游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不一样就是比较远 第二个就是钱花费比较多 对不对 对 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 我讲什么 你都这样 那我讲就好了吧 那我讲就好了吧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姚大哥讲的差不多 就是当然远嘛 因为他飞机大概八到十个小时 然后他的汇率稍微也高一点点 这几年啊 这几年澳币升职了 对 但是他的体验绝对是你在临近的国家中 你是体验不到的 动感十足 对 就是他的冒险的活动很多 那是因为你喜欢啊 对我们喜欢 那有的家长就很怕小孩子受伤害 就不敢啊 好了 就体验特别多 还有什么不一样 动物特别多 动物啊 稀有的动物特别多 因为澳洲的他那个气候 还有环境比较特殊 所以 像只有澳洲才有五味熊跟袋鼠 然后有鸭嘴兽 针眼 然后有一些很奇特 全世界唯一可以喂到野生海豚的海豚岛 全世界唯一可以喂到野生海豚的 对 没有远凶海洋世界也可以啊 野生的吗 哦 当然不是 对 所以 呃 他就是 第一个动物 动物还蛮特殊的 生态很多 生态很多样 嗯 然后再来是他的气候很好 气候也很好吗 你 气候更好 对 其实平均来讲 一年大概三百天以上的晴天 你几乎不太会遇到下雨 澳洲啊 对 哇 所以这 光是这点就非常棒 嗯 然后再来是澳洲人非常的友善 非常 那是 那是这十年二十年 我告诉你 当年 华信航空首航 首航雪梨的时候 是 我们还被丢鸡蛋呢 澳洲最早最早有白澳政策 是 对有色人种他们是不友善 以前是 很久 那当然是历史了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 因为有些 不吃鸣啦 你知道 那种 对 他们就觉得我们是日本来的 你知道 就直接就丢鸡蛋炸 然后我以为是爆炸 碰 因为我在公用电话 那时候没有手机 那时候都是 我也用过 对不对 然后然后就 但现在 现在当然好多了 好再来 对因为澳洲人非常友善 然后他们 对小孩也非常重视 其实你到处你去 不管是餐厅 或者是 那种shopping mall 都有比方玩具车 然后有 甚至有留滑梯 然后有很多游乐设备 都是免费的 然后你一进去餐厅 服务生 不管是大小餐厅 立刻画纸画笔就拿上来 小朋友开始画画 然后一定有儿童餐 所有的餐厅都是吗 几乎 不是啦 几乎啦 因为你是要搞亲子 所以你去的都是 亲子型的地方吗 哪有 key with the key 有吗 不可能 三顶高帽 他怎么可能丢拉笔给你 对啦 但是 其实他们对小朋友 是非常友善 他们是很重视小孩子 所以其实 而且他们很乐观 澳洲人很喜欢说 no worries 就是不用烦恼 但他们都很开心 每天都很开心 就别担心 对 很喜欢帮助别人 就是我们现在口头餐 叫没事 对没事 类似的 但听到no worries 感觉更好 我觉得是你比较友善 所以你觉得每个人对你都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澳洲人非常喜欢 那个barbecue 你去很多地方 包括公园啦 这个 那是人家自己家弄的 你的意思是你走过去他就请你了 当然不是 对啊 就是因为澳洲人他们很喜欢这种就是烤肉啦 或者是一些素食店 就很多 那其实这些虽然说常常吃不好 但是其实以我们观光客来讲 就自助旅行来讲是很方便的 对方便 而且小朋友特爱 然后一个冰淇淋 一个就是一块澳币 我超喜欢的 一天吃三根 然后你变胖其实也不用烦恼 就附带一提 因为澳洲人喜欢胖的女生 你确定 大部分 那是你在讲的啊 你只能看街上走的是胖子 就说人家喜欢胖子 日两回事 因为我曾经访问过 因为我在澳洲读书 我们其实访问过澳洲人 他喜欢胖子 瘦的男生喜欢胖的女生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比较福态 然后比较棒 所以你看到很多胖的女生 他还是穿的比基尼 穿很少 然后还在吃冰淇淋 或者是吃个大玉米 所以像我这种 大玉米 就一大根 他们喜欢吃那种水蒸玉米 一大根的 所以像我去的时候 其实每天都有男生会找我打散 你是属于胖的啊 不会啊 有一点 你哪有胖啊 可是他们就是喜欢 你这种感觉就是有点健康美的 然后就是 他们也很好玩 因为他们觉得 你看起来像澳洲那种Native Native Aboriginal 有可能 所以他们就很爱 很爱就是找我打散这样 真的吗 没问题啦 搭散书话说的好 搭散为结婚之母 等到另外一回事 好 对所以 那再来澳洲 就是刚刚提到的体验很多 然后他的特殊的风景很多 比方说大宝礁 那个太远了 带小孩子去很贵 其实有便宜的方式啊 等一下讲还有呢 然后你可以去黄金海岸 如果你不想冲浪 你可以浮钱 或是去玩沙子 那如果你不想花太多经费的话 其实澳洲的公园很棒 就很多公园 然后都可以玩水 哎呀帮帮忙 我带了小朋友去澳洲的公共公园在那边 那我去当然森林公园就好啊 这是不一样的 没有这是不一样的 我去隆东就好啊 你是在店 蛤 要去公园 没有 其实澳洲的公园蛮厉害 就是他的腹地很大 而且 比 比 你刚刚讲的那个森林公园 我们家的森林公园大很多 大到什么程度 你怎么样 你不敢讲那两个字 对我不敢讲 你是不是怕 人家觉得 你是怕大安区的李明来打你 没关系 他叫做郑爱儿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 大道 可能里面有游客 游客中心 然后有展览馆 公园 国立的 然后有 就是有河水经过 然后有火车道 有汽车道 有脚踏车道 然后如果你 你没有先做好功课 那个游乐区在哪里 你可能走了一个小时 都还走不到 从路口开始 你现在讲的是在学历还是在 都是 然后他们的公园也很厉害 就是都很大 然后大部分都可以玩水 然后玩沙 你讲的是那种国家公园级的 蓝山国家公园 你讲的都是这种 没有没有 是市区的公园 真的吗 真的 市立公园 市立公园 蛮厉害的 水里有大公园 我知道 对 然后像那个 你在布里斯本的那个南岸公园 蛮厉害的 你觉得光是逛公园就逛不完了 这是一个方式 因为这是其实是可以省下经费的方式 这是一种 因为像我在排行程的时候啊 因为小朋友有时候那种很 他的作息有时候很难讲 小时候 小朋友的作息 对 比方说像我们这次去澳洲的时候 澳洲还好 澳洲没有时差了 对 他时差很少 两三个小时 对啊 没感觉了 对 但是小朋友就是 他可能今天觉得特别累 他就不想去晚上我订的那个餐厅 糟糕 你都订了 那怎么办 就跳过 然后就吃 随便吃个 我最讨厌这种客人 都给我订 然后我在那边一直等你 因为我会打电话说我要取消 但是 因为有时候会有这种 都是类似突如其来的状况 小孩子难掌握 小孩子没办法 所以就是我们通常会排 两三个备案 那你为什么不从小就建立他们正确的观念 计划好 然后订下去就不要给人家乱退 除非是特别的事情 要不然小孩子都这样一次订八个 然后到时候弄梭 对不对 是不会 那天是因为 我们家弟弟在就是公园玩的时候 他跌倒 然后他的膝盖有受伤 流血 然后我们当时 又没有带OK帮 然后那种小朋友就是看到鞋 就啊我流血了 我流血了 妈妈你刚快拿出OK帮 那这时候没带 那你就去买啊 就只好去买啦 那买了之后当然就是 他就不想再继续玩了 不想动 对 那这时候只好赶快路边随便找个素食店 吃一吃好吧 那就赶快回饭店休息 那第二天又开始玩了 当然 又继续 伤口复原了 所以就是小朋友的有时候节奏 节奏很难讲 所以都会排两三个副案啊 这很重要 对所以通常公园就会是一个选项 嗯嗯嗯嗯 所以那些公园本来都也都不是我们要去的 是因为就是有些突如急的状况 所以后来我们就跑去公园 会发现公园超好玩的啊 嗯嗯嗯嗯嗯嗯对 OK 那这个是澳洲澳洲整个对亲子旅游环境 其实是很友善很方便 你要讲的就是这个嘛 对 嗯嗯 那其实澳洲那么大 那亲子旅游你建议大家先去什么地方 嗯如果你们喜欢玩水的话 我是建议去黄金海岸啊 黄金海岸有没有直飞搬机 有 长荣 长荣跟华航都有 黄金海岸就是澳洲人的佛罗里达 对 一大堆亚裔退休人士在那边制裁 哦非常非常多 过下半辈子 对 就那里就是那里就是个度假的地方 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商业啊 就没有什么 那里就是度假的地方啊 对啊 对啊就移民 移民客在那里就是就是就是就过日子嘛 对 然后而且因为澳洲的其实中国人很多 所以其实 那是那里比较多啦 对 那相对就是 这个是我儿子说的哦 因为我们那种小朋友嗯 六七岁的小朋友 一开始去去国外然后听到都讲英文 他其实是有点害怕 哦 然后就跟我讲说妈妈我跟你讲讲英文的都是坏人 小孩子这样说 因为他听不懂嘛 可是到过了大概三四天的时候妈妈我跟你讲 假英文都好人 不是 你只要碰到黑头发黑眼睛的跟他讲中文就可以了 哦 因为他会讲国语 他们在外面乱乱跑是吧 让他们在外面 你是给他们零用钱在外面自己买东西乱逛是吧 没有一定要跟着妈妈走啊 对啊 那他们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子有这个结论 因为很好玩 因为我我自己去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一直一直都是讲英文 所以你不知道对方到底会不会讲中文 嗯 可是因为儿子他们英文都没那么好 所以我要一直不断跟他翻译 嗯 我刚那个叔叔阿姨讲什么要不断的翻译 我要翻译成中文之后呢 对方听到我们在讲中文 他可能就会跟着中文就来了 所以他后来就有一个觉得啊 你只要黑头发黑眼睛讲中文就可以了 哦 其实不一定 对 但是大部分是 所以其实旅行也教小朋友去观察 嗯 他很快就知道说哦 原来这个世界这么大 然后澳洲有还有就是很厉害的卧铺火车 嗯 像我们第一次带小孩去澳洲的时候 他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做卧铺火车这件事情 哦 嗯 我们是从雪梨坐到墨尔本 坐了呃十个小时 晚上出发 对晚上出发 因为他其实也有白天 但是我担心小朋友没有在没有办法在上面那么久 因为很无聊 嗯 所以我想睡一觉就到了那还可以 嗯 结果整趟旅行下他说他没睡 有睡 嗯 但是他说澳洲最好玩的就是卧铺火车 因为没玩过 没玩过就哇好特别好好玩 或者是给人家睡觉的 嗯 对但是因为他看到那个你本来是椅子变成床 上下的床 对对他很high 很high 然后他觉得好厉害喔 可以在里面洗澡欸 嗯 然后就就还有送早餐来 然后餐车 他觉得这个体验好独特 对然后又可以 而且你还房间门还可以锁起来 然后还有那个窗帘都是隐秘做得很好 明明就是とağı 对我们大人是觉得说 对 那你怎么会想要坐卧铺火车旧移动 坐巴士也可以啊 对坐飞机也可以 所以我朋友在澳洲住了十几年 他说他从来没有坐过澳洲的卧铺火车 你为什么会想 这样安排去体验就是了 那是因为我 我那时候问我儿子 因为我两个儿子都是铁道迷 就问说你要没有办法乖乖的载火车上 你要先跟他們溝通 先取得共識 你很尊重他們 而且都會讓他們做決定 如果他說我沒辦法 那就不要去 就是責任自己擔就對了 對 結果真的他也很乖 你是在台灣就這樣規劃 還是到那邊再規劃 沒有沒有 一定都是在台灣都規劃好 然後行程大部分都會問他們意見 然後在出發之前 還會教他們一些簡單的英文 簡單的會話 然後身上一定有帶兩張緊急聯絡電話 一張在自己的身上 一張在包包裡 然後緊急聯絡電話是聯絡你的 聯絡當地警察的 對 然後一定有一個備用手機在身上 一人一隻喔 一人一隻 但是只有在國外可以用 在國內就收起來沒有 你那個給他們插澳洲在地的卡就對了 對對對 哎呦 因為我有這個鄭愛兒親子旅遊的這個經驗 很值得大家分享 對 因為當時想很多辦法 因為如果是小小孩 可以弄個脂肪走私繩 可是那個其實他如果去公園跑跳的話 也是沒辦法 對 太遠沒辦法 所以後來就覺得說 不行 還是要弄個手機 嗯 而且手機就是那種很陽春就是只能 只能撥打截聽的那一種 然後有教他們怎麼用 嗯 然後有三年無聲跟他講說 你 你如果在國外找不到媽媽 可能就是永遠回不了家 然後可能會斷手斷腳 被壞人抓走變乞丐 是有可能的嗎 像平民百萬富翁那樣子嗎 你這樣嚇人家 對他才會怕啊 哎呦 媽媽那我在澳洲的電話是幾號 你趕快告訴我 我說沒關係 對他會很害怕 你已經犯了恐嚇罪 而且恐嚇的對象是自己的兩個孩子 我們進一段廣告帶回來 來跟我們講 剛剛在而講啊 去澳洲親子遊 他覺得最好 最好玩的地方就排黃金海岸為主 然後我們待會回來講 黃金海岸可以去哪些地方玩 我們跟繼續跟鄭艾爾聊這個澳洲親子遊 其實上上一個階段艾爾有跟我們講到 其實我覺得那些都很重要經驗 比如說他帶了孩子去 因為他是自助旅行 當然不是那種小baby了 他的孩子這大概都是一個小學一年級 一個大概四五歲 他的出發前 他的出發前準備做足了功課 然後給他們這個行錢教育對不對 還給了他們一些基本配備 比如說這個隨身攜帶的這個 緊急聯絡電話卡 而且不是一張 一張放在貼身的地方 一張放在包裡對不對 然後又給他們準備了手機 然後也告訴他們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 對 這可能很多家長就想 啊沒關係 我帶著孩子就一起去旅行 孩子都在我旁邊 不會有事 但是你 你還是做了完全準備 對 還有哪些準備 除了這個之外就是 告訴他們就是 萬一真的不走 是找不到媽媽可以怎麼做 怎麼做 第一個留在原地 然後打電話 給媽媽 如果媽媽沒有 所以那個手機每天還是充電的對不對 就是開著的 如果媽媽沒有接到 那你有他們兩個的電話 也有 然後馬上打給當地的警察 所以當地警察電話也輸入了 對 還是放在卡片 你就直接把他輸入進去 輸入手機了 可是他講不懂啊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翻譯中文的功能 你知道嗎 哇 澳洲的警察局可以有中文服務 哇那很好 真的 OKOK 哇 然後告訴他們說 如果你就是找 這些都做了之後呢 你真的要找人幫忙的時候 根據統計學 你要找那個年輕的 眼睛大大的女生 還有這個 真的嗎 這個是統計學 但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說 通常這樣子 他比較熱情 比較願意幫你的嘛 而且要找一群人的 你不要找一兩個的 因為一群人的比較不容易就是害你 但是這不是百分之百 天啊 你還做這種功課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很好玩 我那時候我們這次去獵人谷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因為 獵人谷那個火車站 離度假村有一點距離 所以會有工作人員來接的 那他那個行程表上面都寫說 你等一下會有 你出火車站之後 會有個擺設車子 車號是多少 來接你 那是工作人員 他們跟著你就好了 為什麼你還 沒有 我要叫你幫忙找啊 你要一起體驗 我說你等一下幫忙找啊 出去的時候幫忙看 哎呦 然後等一下哪一站要下車 提醒 結果他們 因為我讓他們覺得 他們也是一起參與的這個過程 所以後來到了火車站 出去的時候 哎 有一個工作人員是穿著工作服來了 結果我們就到外面 看到一台黑色的特斯拉 那就不對啦 對啊 然後我兒子就說 媽媽這不對 應該是白色的車子 會不會是壞人 對這應該是壞人吧 我想壞人開著特斯拉來接我們 我們也太酷了吧 然後我就說 可是這個男生他有穿那個渡假村的制服 應該不是吧 然後搞半天他是渡假村的老闆 老闆來接你們 老闆到底還帶著特斯拉來接我們 你們把特斯拉當什麼偉大的事情 沒有什麼了不起啊 我在上海你知道嗎 餐廳的小弟都開特斯拉來接我 真的啦 你們你們在台灣都把這個東西當成什麼偉大 很沒什麼啦 其實你是大人物 因為對小朋友來說 哇然後超酷的 哇簡直是蝙蝠蝦車 然後自動駕駛 哇超酷的 沒有啦 人家人家在中國 我問那個餐廳小弟 他說我說這車是你老闆 然後你看不是我的 中國經濟好了嘛 然後是 然後他說我們第一年買都有獎勵啊 那個那個電瓶都不要錢啊 就維修都免費啊 那很平常的啦 就是我們哎 好啦 對於小朋友來說就是說 增廣他的見聞啊 而且相對其實他他警覺心是有 因為他發現說不對 嗯 車子顏色不對 不是因為你行前教育的這個這個 把他們嚇的嚇的嚇的 這個提高警覺 對 所以非常安全 你們就玩得很開心 嗯 對 然後後來就是 像黃金海岸的話 來來來 你為什麼會推薦黃金海岸 OK 第一個黃金海岸 一年有300天以上的晴天天氣好 天氣好 嗯 交通很方便 他有一個那個專門的那種輕軌電車 在黃金海岸的各個熱門的景點 哦 開 那他有一個一日票是吧 有一日票也有30天的票 你可以買很 然後就很方便 就無限唱完 對 到哪裡 你只要坐著那個電車 嗯 所以我們後來選的飯店是在電車旁邊的 OK 你隨時就跳上去 然後你要去哪裡玩 就就是 這是聰明的 非常方便 聰明 嗯 嗯 然後你去黃金海岸的話就是 我可以玩的太多了 包括就是我們喜歡 黃金海岸最有名就那幾個word 來來來 哦 嗯 嗯 黃金海岸最大的叫做dream world dream world 嗯 夢想世界 嗯 那那dream world的裡面就是 除了一些遊樂設施之外 它是一個主題樂園 嗯 對 嗯 呃 他有一些遊樂設施 然後從很驚險的很可怕的 例如 呃 在空中就是翻滾360度 然後好幾圈這樣子 雲霄飛車 嗯 然後到很 他有公轉跟自轉的那種那種車 對對對 然後到很friendly的就是小朋友的 那你玩了沒那個 哦那我不敢玩 你不是你喜歡探險然後又不敢玩 小孩子有沒有玩 小孩子那麼小他也不敢玩 看到他就嚇傻了 他如果他們大一點可能可以啊 但是我們後來就玩 我也不敢玩 我從小到大就不敢 我也不敢玩 我光做個普通雲霄飛車下來推就軟了 那我也是 然後褲子就濕了 我是沒有就快吐了 那個吐是心臟都吐出來了有沒有 對 OK 所以我們玩的是那種比較簡易型的 旋轉咖啡杯嗎 類似這種 然後有 我兒子 因為他們有身高限制 我們家弟弟有些身高不夠 那就哥哥自己去玩 那你就做旋轉木馬就好了 哈哈哈哈 沒有還是我玩一些很特殊的啦 很特殊的那種設施 然後他有 因為他遊樂園裡面很特別 還有很多動物 可以看 什麼動物 烏尾熊 那爆烏尾熊一定有嘛 什麼叫一定有 全澳洲能抱五味熊就昆斯蘭州啦 就昆斯蘭州 但是均摸的在昆斯蘭州裡面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抱五味熊 然後他們的動物都是你可以近距離的 就是沒有隔著圍欄 你可以自己去摸他的 然後還可以玩水 就它會有小型的那種水上樂園 然後可以在上面做那種 如果你不敢真的去衝浪 它有那種滑浪的活動 就是它是有水但是它是一個平台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這樣子滑 有點類似趴浪啊 還蠻好玩的活動 我覺得你比較好玩 大家也支持廣播節目 聽眾朋友這個艾爾很好笑 他就是一直用手做 對不起 你做這麼多動作聽眾也看不見 就是你可以趴在一個衝浪板上 然後讓水這樣子飄流 但是因為它是在平台上 所以是非常安全 它不是真的海啊 好啦我們再進一段 其實光是黃金海岸 光是那個什麼word 什麼世界就一大堆了 對 現在它講的叫dreamword 它其實還有movieword 還有什麼word Cword 對對等一下回來 來我們跟這個澳洲青子游的作者 鄭艾爾聊他這個到澳洲怎麼樣青子游 他推薦先如果是第一次去的話 他覺得黃金海岸是個好地方了 對 那黃金海岸我自己當年採訪 我自己就知道了 因為我去了也不止一次 但是有很多的這個主題樂園 像剛剛艾爾講的這個主題樂園 叫dreamword 對 夢想世界它還有cword 對不對 嗯 還有movieword 對 對不對 還有什麼word 還有什麼世界 嗯 多了 很多水上世界 欸我跟你講喔 我對那裡有一個一個叫surfer paradise 對不對 從浪者天堂 對那個地方你住在那個飯店附近 走路就是海岸邊 對超讚 然後就可以到那裡弄一杯咖啡 坐在那裡或弄個冰淇淋霜淇淋 就坐在那裡就一天了 嗯 還有這個我如果沒記錯 還有那個水鴨子有沒有 Aquaduck 對那個就是 呱呱呱呱 很有趣 我們光是出發前在看影片的時候就覺得 哇我兒子就說哇媽媽這個一定要去坐 從路上這樣到海裡面 然後在海裡面再起來 你本來以為是只有這樣 結果不是 你真的去坐的時候啊 上面有一個導覽小姐 介紹附近的風光 嗯 然後問每個家長 你小孩名字是什麼 然後幹什麼呢 每個人的輪流上去開船 真的嗎 真的開那個船 開那個船喔 船長在旁邊 然後你真的開船 開一小船 大概開個五分鐘 嗯 然後就是讓你體驗 你自己當船長 聽眾朋友 他今天艾爾講的 他不是船 他是一個水路兩用車 對水路兩用車 那個車是怎麼樣的 全世界有三個地方有這個車子 那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美國用來做登陸用的 然後二次在大戰結束後 有一些娛樂公司就把他們收購 然後改成觀光娛樂的用途 這車很厲害 輪子很大 輪子大到幾乎有一層樓高 然後你上了那個車以後 他在陸地上向行就已經很趴了 然後他到了河裡面就開下去 或到海裡面就開下去 超屌的 對啊 然後他就變成船了 對不對 就水路兩用 真的有水路兩用了 然後最重要是車上的娛樂人員 他們還會製造各種娛樂的效果 對 到哪裡都要大家一起 刮刮刮刮刮 然後路人都會這樣看了你就覺得很趴 很有趣很趴 然後他又會讓大家開船之外 就是他剛問名字嘛 他最後每個人一張證書 小小船長證書 喔 哇 這小孩子覺得很得意 我們當然覺得來吉特 好還有什麼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就是消防車逛大街 來 喔呦 新的 新的 我以前沒有 這個非常的紅 紅色的 那是真的消防車 退役的消防車 退役的 我就在想真的哪裡發生火災 都拿來給你們玩了 退役的消防車 然後我們是做完Aquaduck 因為這個消防車很特別 是你可以他來接送你 你可以來飯店 那我們是直接Aquaduck下去 可以坐多少人 消防車感覺 最多坐10個人 但是 還有10個座位喔 有 消防車我們在台灣看消防車裡面 了不起就是前面駕駛座 那附近就兩三個 後面還有位置 沒有位置了 就掛在後面 就站在外面要隨時要 其實裡面有座位兩排 那是可以坐 所以後來是消防車來接我們 在Aquaduck港口接我們 我說我們這超屌的 消防車來接我們 那接我們之後就是 他會 他就開著消防車 然後當然可以坐在他旁邊 他就開始放起那個救火的音樂 是喔 超趴的 這也是一個玩法 給小孩子玩的 不是只有這樣 就是他他放那個消防油說 你可不可以換點別的 因為我們不是去救火嗎 他馬上就放搖滾的音樂 heahop的音樂 然後很大聲 就先逛大街 然後他一樣跟你介紹沿路的風景 接下來就到一塊很大的草皮上 真的示範救火 真的就示範救火 然後跟你講這個消防設備有哪些 寓教娛樂 對然後真的噴水你知道嗎 那拿不住耶 小朋友拿不住 所以那大人在旁邊幫忙 然後我就覺得超好玩的 真的啊 真的啊 對然後你如果人臭比較多的時候 就是可以辦生日Party 然後每個人還可以就穿上 那這是什麼公司啊 這該不會是政府部門搞的吧 不是是Fire for High 民間的 就是他是一個退役的消防員 然後他因為他很喜歡 對 哦 這個很好玩 非常好玩 還有什麼 那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還有一個叫室內跳傘的活動 室內怎麼跳傘不夠高 這個我沒體驗過 在哪裡啊 在也是在黃金海岸 不是那那個是真跳傘嗎 真的有傘嗎 沒有 沒有嘛 就跟我們在青年公園跳傘一樣的 不是 那他是怎麼跳 他是利用垂直風洞的那個原理 就是他下面是一個很大的風洞 往上吹 往上吹 然後呢 然後他的其實很多要真正高空跳傘的 會現在體驗 實習 實習因為很像 但是時間又很長 因為真的高空跳傘很快就沒了 可是這個室內跳傘他時間還蠻長的 就一直把你往上吹 一直往上吹 那你要不要帶什麼工具 不要 護具要了 不用 你就穿著運動服 然後他衣服都有 但是你就是什麼項鍊而緩 那些全部都拿下來 眼鏡都拿下來 然後戴護目鏡 護目鏡還有安全帽要吧 對 護目鏡跟一個安全帽 然後就是 你就這樣飛 然後真的在空中 真的在空中 風大到可以把你像你這樣七十幾公斤的人吹起來 你幹嘛說七十幾公斤 沒有啊 差不多啊 68啦 然後他可以 你如果就是比較像我 我是比較害怕很高空的人 你可以在下面 那小朋友更不怕 你也玩了 我當然 我什麼都玩 我跟我小朋友什麼都玩 比較下面是他 他可以讓你選就對了 吹的比較低的 對 你如果就是OK的話 你可以往最上面 而且是教練帶你 噗噗噗噗噗 往上 超好玩的 那他不會 不會像個漩渦一樣這樣 那風亂吹不會 不會不會 而且都可以控制 然後他從頭到尾都幫你錄影拍照 噗噗 那你就在空中飄欸 對 而且不用這樣落傘 我覺得超超好玩 那最後下來的時候怎麼下來 最後下來就是他風會慢慢的停止 減弱 對 然後那個 然後教練 那教練會抓著你啦 那你就慢慢下來 那下來之後想說 媽媽我還要玩 那太好玩了 結果呢 結果當然沒辦法 哈哈哈哈 太貴了是吧 沒有這是 這是體驗的 噗 對啊 噗這好好玩哦 很好玩 室內跳傘 還有什麼 我們再講一個 這都在黃金海岸都有 這都在黃金海岸 然後另外就是衝浪 衝浪要大人吧 小孩子不行 沒有 黃金海岸的衝浪非常的安全 因為他水域的關係 他其實是還蠻安全的 沒有啊 衝浪沒有浪就不好玩啦 對 但是他會選 那浪沒有安全的浪啦 哪有浪 呃 是這樣 因為我們這次遇到的那個教練 還蠻厲害的 嗯 他 呃 每個人啊 你要衝浪的人 他每個人就是會有個繩子 嗯 你跟那個衝浪板是掛在一起的 對對對 所以你只要衝浪板在人就會在 那衝浪板本身非常重 所以你就算掉下來漂不了太遠 這是安全的 他有福利的 對 所以這是安全的 嗯 那再來就是他 光是他教我兩個小孩 因為他是Local 他講英文 那我兒子其實是聽不太懂 嗯 那你要翻譯啊 我也都沒有翻譯 嗯 可是大概 讓他自己去感受 20分鐘後 我看到我從來沒有衝過浪的人 就站起來 然後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 哦 我嚇到 後來接下來換我們家弟弟 嗯 大概20分鐘後 他也站起來 嗯 然後我就問那個教練說 你是怎麼辦的 他說 他們可以看啊 看動作啊 嗯 就教他們 對 到第三個是我 你也學起來了 我 我最後我也站起來兩次 哦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活動 站起來很重要是不是啊 不是很重要 表示自己很厲害 那只是自己 做成就感 哈哈哈哈 但是 就是 就是 那我感覺是很好玩 因為你是追著浪跑 然後你可以 自己 因為到衝浪者天堂 你不衝浪 你要幹什麼呢 你猜 好了 聽懂嗎 聽懂朋友 我們節目時間已經到了 這個 一本新的書叫澳洲親子游啊 他其實是旅遊從業人員 但是他也是一個媽媽 然後他以自己帶兩個孩子的經驗呢 到澳洲去從事親子旅游 那大家剛剛聽完前面這樣子的分享 大家是不是覺得 澳洲親子游跟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是 他有非常多的獨特的體驗活動 可靜可動 可以生態 也可以這種冒險 然後有各種各樣的活動 聽起來啊 真的很特別 但我相信這個大概是 這種親子 應該還是要小學以上的這個親子 比較適合 太小朋友 四五歲以上 對不對 太小的朋友可能 可能還是得去迪士尼啊 什麼的動物園 但是要動物園 澳洲也有 對不對 要主題樂園也有 要電影主題樂園也有 什麼都有了 那當然了 澳洲非常大 但是光一個黃金海岸 大概玩個一個禮拜十天都不是問題 對 沒錯 好了 今天我們謝謝艾爾到我們現場來 也祝你的書可以賣得很好 謝謝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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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